歡迎收看阿開的新聞現場 阿扁現在到底在做什麼事 現在每一天都還是有人到北手去看 另外今天傳出來 蓬萊島雜誌要復刊了 蓬萊島是在1984年出刊 那時候發行人黃天虎 社長就是阿扁了 總編輯是李毅揚 那時候因為阿扁寫了一篇文章 罵馮富翔 那時候金國先生的秘書 涉嫌抄襲結果敗訴 被關了入役八個月 現在傳出來 九月份那時候社長是誰 陳其邁阿扁要擔任榮義社長 阿扁每一週要發表一篇文章 然後會成為阿扁重要的發聲管道 所以阿扁真的很厲害啊 有很多人看他 然後每一天他一個禮拜 都會寫一篇文章出來 沒什麼厲害 就殘烈首告帝國賣 再戰二審 就是說一審 我們死也 你要講我們純死也你知道嗎 所以再戰二審 就要用政治力介入 政治力介入就要靠一個看入嘛 這個盆萊島雜誌 這晚年是叫做政治作戰 學王生啦 當然再來就是年底縣市場選舉 明年直轄市選舉 後年還有總統大學又來了 把這個雜誌當一個選舉機器 也就是另立黨中央嘛 謝長林有影子政府 他也弄一個盆萊島政府嘛 道理一樣的 比起1984年 在1984年 整整這個25年前 盆萊島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誹謗案 當然那時候判八個月是非常重 這是政治判案啦 我的好朋友蕭欣益教授 把馮悟翔教授以翻譯代替抄襲對照 的確是抄襲的 蕭欣益教授 他是一個哈華大學歷史博士 一個一個考證 證明陳水平是冤枉的 這一點蕭教授可以證明 不一樣啊 時空不一樣 25年前是毀謗案是冤枉的 是政治判決 25年後百分之百貪圖案 剛剛提到啊 國泰釋法班金送到嚴大金 吳淑貞說陳水平之前 他說一動不如一鏡啊 馬永成說四百五十萬 國務記號會陳水平指示的 好吧 哪怕國務記號會有灰色地帶吧 算首長特別會 那榮唐案呢 李建募再三翻共 對價關係走不去啦 我是覺得啊 既然有這個雜誌產生了 我們要奉勸民進黨黨中央啦 欸 中國政策要改變 很好 錢改變 第二 利用陳水平一審宣判9-1 趕快跟陳水平切割 如果不做切割的話 啊搞搞定啊 你跟彭台島雜誌又一二來了 那民進黨啊 選舉再怎麼認真黨 也必輸無疑啊 來 那個 李懿洋那時候跟我們是 中國時報的同事嘛 後來離開 所以經常邀我寫稿 我是跟這個雜誌寫過稿 哦 也是報彭台島習慣 那時候 李懿洋就是 因為偷偷塞給他 都在我們家門口那個 那個電 電線桿下面在那邊交稿 一手交錢一手交稿這樣子 怕被調查局查到 所以那時候寫稿也是滿辛苦的 所以那個 那個時候的彭台 那個黨外雜誌是很榮譽的 所以唐陽龍他認為說 不應該用彭台島的雜誌啊 既然陳水平要當榮譽社長 應該改成折溪島雜誌啊 改成折溪島 而且這個折溪島雜誌 如果創刊的話 陳水平那個當社長就好了 因為不榮譽 所以這個榮譽社長兩個字要拿掉 事實上這個新聞 對以前某些黨外運動的人 是會有很深的感觸耶 陳醫師 這個以前很多人寫過稿子 然後彭台島這個 很多人的印象裡面 是個不錯的雜誌啊 不是 我覺得今天這個動作 是有一些意義啦 不過主持人 我必須提醒你喔 你有一個小小的壞習慣 我提醒過你 你還是沒有改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阿扁有動作啊 你都說大反撲 阿扁大反撲 這個不算反撲 又被反撲大不要講 更不用講大了啦 你不但這樣喔 你今天又講了一句 大家也許沒有注意到 你說很厲害 阿扁很厲害 阿扁哪有厲害 我覺得今天喔 他想到用蓬萊島來復刊 是有他有一點點小小 精心去思考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這比重啟如噪 要來得方便 但是呢 黨外的雜誌其實有很多啊 什麼深耕啊 什麼一大堆 為什麼特別選蓬萊島 因為阿扁為蓬萊島去關 那現在他又關了 所以這個可以引起聯想 那我這個 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還有呢 阿扁第一審判下來以後 恐怕元首李玉那些都會取消 那沒有錢了以後 我不排除扁辦會關門 那扁辦關門了以後呢 阿扁總會有一個聲音嘛 這個不是反撲 你不要亂講反撲 太瞧得起他啦 但是阿扁的聲音要 就是要綿延不斷 要有人聽到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 而且這個不是一個文字 文字是好像一個禮拜 只有一次 大部分是電子 是在電子媒體 所以是非常省事的 我今天只有 唯一感到比較稍微不解的 為什麼是陳其邁 那當然陳其邁是 是阿扁的系統的 但是陳其邁真的需要 為阿扁付出這麼多嗎 為阿扁做這個事情 難道是真的為了報答 這個陳水扁對他的提息之恩 而需要逃世的到這種程度嗎 而且或者是這個是有 陳其邁自我盤算 為他將來政治的出入 有所幫助嗎 我不相信 這個對陳其邁的幫助 我認為一點都沒有 是沒有幫助 但是明年底的高雄市的直銷市選舉 他也希望扁系介入嘛 這是一個我剛剛說這個選舉機器嘛 剛好驗證這一點 來來 是真的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絕對是扁系反撲啦 這過去都是從間接人家進去 然後傳一些話出來 現在是有規模要發行一個雜誌 它一定是一個扁系反撲 不是扁反撲 至少也是扁系的反撲 那決定是一個政治動作 我跟你講 彭奈爾為什麼 彭奈爾當年那篇雜誌 文章是在批評沒渴望的 不是在批評彭奉附想的 他只是意外中間以翻譯取代著作 就判了八個月 所以這個東西就像剛才講的 他在民主上面是有一些一定歷程的 所以他選擇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件事情對陳水扁的政治生涯 非常大的變化 從此他就辭掉這個台北市議員 然後吳孫當上立委 所以這個東西絕對是有意義的 而且這樣子每天就是針對二審 然後我相信他不會講很多司法的東西 但是他一定會強調陳水扁的政績 他一定是用政治來反撲司法的 這一定是一個貶氣的反撲動作 我們找到他的創刊號 蓬萊島的第一起創刊號 他畫的這幾個人 包括連戰跟李登輝 這民國73年的時候出刊的 他說他們都是國民黨的大王 那時候這個黨外雜誌 在國內是非常有名氣的 而且變成阿扁的貪腐的案子 在反撲 你都覺得很奇怪 那個時候的政治的環境 那麼包含那個時候 在蓬萊島這邊寫稿 或者是推動這些工作的 這些有理想的這些年輕的政治人物 跟現在的蓬萊島所牽連的 醜聞跟弊案 已經是不可能同日而語了 所以雖然同樣叫做蓬萊島了 雖然也許陳水扁也還在其中 但是我相信在社會大眾 所能夠引起的重視 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當時是一個 什麼樣的時代 那個是戒嚴的時代 能夠有這樣的一份刊物出來 到現在是完全簡言了 是大明大放了 那麼多政論雜誌了 你說你期待說蓬萊島 能夠引起什麼樣的社會的回響 我覺得也很困難了 但是說穿了 其實就是政治人物需要一個舞台嘛 所以有些人就組了一個什麼內閣 有些人就辦了一個舞報 那麼有些人又辦了一個什麼二次 什麼黨外的雜誌 所以民進黨這些政治人物 都需要自己的一個舞台 不管是他的舞台 或者他整個系統的一個舞台 但是對陳水扁來講 我覺得最有效益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每週發表一篇文章 我都可以預想得到 所有的媒體跟政策節目 就是討論他的文章 又討論了一遍 所以代表陳水扁呢 每一週都可以影響我們一次 至少一集吧 那麼如果這文章精彩一點 可能影響兩集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 這對陳水扁 何嘗又不是一個 增加他政治影響力的機會 他不只在雜誌寫啊 他還有記憶在出書啊對不對 搞不好讓他有機會出來 可以連底趕著自己來浮選 我想大江東去不復帆 你今天的陳水扁 即使發表了文章 你就不要看別的 在自由時報上登的版面 就越登越小 那麼被截掉的文字就越結越多了 也沒有什麼驚人之餘了嘛 所以大概都是硬硬景 蓬蓬場而已 那你登了這個逢來島週刊 對啊 那神道的分析很有道理 他是想要那個 勾起這個民進黨 新一代說 你看我這次是冤枉的 跟上次蓬萊島是冤枉的一樣 不過我是覺得 情景比較不適合了 如果真的要比較適合現狀的話 這蓬萊島應該改名叫什麼 改名叫東方瑞士週刊 東方瑞士 因為民進黨很喜歡講東方瑞士嘛 改名東方瑞士有什麼意義呢 可以讓我們經過這一段時間 我們全國老百姓都知道說 瑞士有什麼銀行 這是什麼褲子啊 這是什麼美鈴啊 叫什麼都知道了 也知道說瑞士洗錢該什麼樣子的 所以這個洗錢支持 這那麼多也要告訴人家 你要做壞事 你要洗錢就要到瑞士去 那個澤西島的第一次當然不多啦 如果嫌東方瑞士有一語雙關 你抗議的時候 看他們講話 我立刻回應 中方瑞士有點像話 我跟你講蔡委員畢竟不是綠營的人 他剛才講的那一段話 是有一點誤導跟扭曲 東方瑞士這四個字 不是民進黨的主張 是海外台灣獨立聯盟的主張 而且要把台灣建設成 東方的瑞士 這是一番很美的理想 你現在因為阿扁把錢放在瑞士 就用說東方瑞士週刊 這個有污名化的嫌疑 你跟瑞士什麼關係 你跟方瑞士講什麼話 不是不是 東方瑞士 問一下律師啦 台獨立的理想 阿扁你有沒有機會 在年底嫌疾錢出來幫忙輔選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都對 馮萊島有這樣的一個 歷史上的一個回憶 然後他阿扁來做 馮萊島來做復刊 也有他的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企圖跟目的 可是我比較關心的是 你看他又是榮譽會長 那這個週刊 這個錢到底是誰出的 難道阿扁不會貢獻一點 為了他來籌辦這個復刊 然後要為他每週一次的發聲 難道以他海外這麼多錢 他對這個雜誌不會有一些貢獻嗎 那上次我們也討論到 你在擔心他拿我們的錢去辦 我就很擔心 然後我上次在討論到說 他犯了幾個罪 而且那些罪除了有期徒刑以外 或無期徒刑 還有病科耶 都是一億元耶 那些錢我們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查扣 現在又任憑他這些錢去做 如果為他發聲管道的刊物 我覺得這是人民不能夠接受 那我覺得說他在年底前 有沒有機會出來 我覺得是蠻難的 因為我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只要他是患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可以不受羈押的次數的限制 他可以一直關 關到那個 學者忠信哥講的一直關到死 關到最後 他是說關到最後 蘇如提到一個重點啊 欸他說911的時候除了刑期之外 他那時候要默住多少錢要罰金對不對 對 他會不會現在我們的錢沒有 沒有趕快默住怎麼樣 他拿去辦蓬萊島去了 蓬萊島這個錢是不是踏出我不知道 但是陳其邁難道辦不起一本雜誌嗎 雜誌要看你印幾本啊 你如果印一千本 然後薄薄的一份 裡面兩篇文章 一篇陳其邁的 一篇陳水扁的 而且他是電子報啊 電子電子的啊 不需要什麼錢啊 先電子報啊 一個禮拜 所以成本也沒什麼了不起 除非陳水扁真的是要撩下去 真的好好辦一本 寫我認罪 每天寫一篇 每一期寫一篇我認罪 我怎麼污錢的 把他沒有不敢 我也在法院講的 在雜誌上寫 我認為他會暢銷的 不見得賣得不好啊 那個叫東方瑞士週刊啊 對不對 好9月份馬上就要復刊了 我們到時候看阿扁在上面 寫了怎麼樣的文章 另外昨天的一個重要新聞的一個後續 陳姓宇的庭到底裡面有沒有什麼內幕 包括 檢察官有沒有可能接受他的緩刑呢 甚至有人在講啊 陳新幫這個法官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看法好像非常的兩極化 怎麼回事 我們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